蔡家刚在一个月前迎来新宝宝 家里好不热闹 不过 添了新成员 生活费自然会增加 家庭费用方面 家了小儿子现在刚出世 然后又需要把他放在托儿所 托儿所的费用就大概签出了 然后还加上他的尿片 他的用品 婴儿用品 那些就应该每个月都会有增加的现象 跟现在比起来 所以家庭费用应该就会涨了大概十出发现 所以这十出发现就要从某个地方再重新规划 38岁的蔡景祥是个车行经理 妻子朱毕晓今年36岁在银行上班 他们家庭每个月的总收入是一万块钱 除了照顾两个孩子的教育和医疗费 景祥 毕晓也必须负担各自父母亲的退休费用 是典型的加薪层家庭 蔡景祥每个月都会给爸妈600块钱的家用 也帮父亲买了医疗保险 不过母亲因为身体不好 不符合保险资格 往后的医药费用需要靠保健储蓄或现金支付 他觉得父母的收入和储蓄也不够 所以倍感担心 我父母因为教育比较少 然后他们做的工作我都没有这么高兴 当然我会担心他们的退休金 政府有那个least by back scheme 可能就可以帮我减去那个负担 爸爸的薪水 他们两个加起来应该是有两千多块 然后我跟我妹妹就会给他们加用 尤其现在我老爸是开了动的手术 在家休养就没有工作 现在就是我妈妈一个人在扛 然后如果说我老爸需要多一点 额外的医药费用 因为我们做孩子只好帮他付 根据大华银行去年12月发表的数据 今年65岁以上的年长者人数 将会和15岁以下的少年人数接近 各占本地人口的14% 到了2030年 分析师预计 65岁以上的年长者人数 会增加到27% 而15岁以下的少年人数 会下滑到大约11% 本地人口逐渐老龄化 工作的年轻人将会更少 年轻加薪层国人 是否感到更大的经济压力 就每个月会节省一点 就不需要去到餐厅 然后带孩子出门 也是去那种公园啊 还是游泳池啊 那种花费不大的地方 如果你不能赚多一点的话 你就必须得省多一点 如果他们真的需要看病的话 非得去看这个医生 或者这种赚科 这种钱是不能省的 我看就是尽量能够帮忙 我就会尽量帮忙 不过好像我自己本身有孩子嘛 所以也要为孩子着想 也要可能为自己的 就是退休着想 是挺困难的 研究老人课题 约30年的学者认为 现代社会出现了两批加薪层 第一批是30到40岁的人 而第二批是50到60岁的人 而第二批加薪层 财务规划师陈显耀觉得 人们应该在退休之前的20年 就开始为退休做安排 才不会太吃力 他鼓励加薪层 尽量储蓄 毕竟利息长年累积 往后也是一笔钱 我鼓励你就是 你能够存多少就存多少 就算就是你只能够 每个月储蓄100块 好过没有 那既少存多 利商加利 到了你要退休的时候 这笔钱还是会有的 不过好的就是 你的这个 一样的你的公积金 其实好处就是 不管你的这一个 收入有多高 你的公积金到你五十五岁 还是会累积 就是一笔相当高的一个 这个数目 所以最好就是 在你买房子那一方面呢 就是要比较谨慎 不要去就是买太大间的一个房子 拿太高的一个就是贷款 那至少呢 你的公积金的这个存款呢 属于是健康的 那一笔钱能够帮助你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退休的这个生活 景祥夫妇早已经和财务规划师 拟定一份计划 例如他们每个月的薪水 有10%用来偿还房屋贷款 而30%的收入 用来买各种保险 他们不担心退休生活 其实我们退休过后 我们不需要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准 因为退休过后就简单化嘛 唯一我们想要就是退休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时出国啊 旅行那些 所以在财务规划方面 我们是有考量过这一点的 对 退休后 他每年还有能力和丈夫出国旅行 他是如何做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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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